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如果你遇到这三种父母 那你这辈子可能自卑懦弱 甚至根本不能适应社会 第一种父母就是控制欲太强的父母 这种父母总是强调自己对孩子的付出 说我生你养你多不容易 让孩子被迫产生一种愧疚的心理 从而控制孩子的人生 让他走自己设计自己的路 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 第二种父母整天挑剔孩子的毛病 说孩子的不是 越是穷人家的父母就越喜欢这样子打压孩子 他们喜欢在孩子面前找到权威感 把孩子当成出气筒 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通常都会是自卑和怯懦 就算自己有多大的成就 也总是觉得自己低人意的 第三种从不站在你这一边 每次你受了欺负 他们非但不为你出头 还要教育你 忍气吞声 其实他们害怕的是孩子给自己惹麻烦 吓唬的不是孩子 而是自己的怯懦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 很容易成为一个讨好心的人格 别人无论怎么欺负他 使唤他 他都不敢反抗 别人无论 那么